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6号 是星期六 上次我读汪正全的开场语收场 中间说过有感于对陈公博的审判 就是国民政府的高等法院 在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汉奸 有感于对陈公博的审判 我曾经说我想专门用一个时段来评点一下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评点其实是和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以后 对陈公博这类汉奸的审判 与我们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到处发生的这种大药案的审判相比较 来比较两个时代 不同的司法状态之下 这样的一种这个法律的运行情况 也只是从表面现象来看 但是呢我随后讲的一个多小时呢 我觉得过于凌乱 那么我想的那个呢就不往上传了 现在呢今天呢我想重新讲一点 希望能够二三十分钟讲完 这个政权的影响力和实际上呢所做的工作 他的位置要比周佛海这样的这个政治家呢 应该说他的位置要要轻一些 这也是由于呢这个周佛海 非常鼎力的帮助汪精卫去操持这个政权 管了非常多的实权部门 而陈公博呢是基于友情 他本来呢是坚决反对汪精卫离开重庆 后来呢又坚决反对呢汪精卫建立政权 跟日本做这种和平运动 然后呢又到上海呢去劝说汪精卫 不要这样做 不要跟日本人合作 那么等到这个高宗武和陶锡胜 叛离了汪精卫 把这个中日交涉的那个协约的出稿 在香港发布 在这种情况下 陈公博呢跑去跟这个汪精卫合作呢 算是支持他 希望他这个身边有人帮助 但实际上呢也很奇怪 就是陈公博是汪精卫交情非常好的朋友 他愿意帮他 而周佛海跟汪精卫 其实以前没有什么交情 周佛海是蒋介石的 侍从事的一个高级官员 又好像是据说是CC系 是吧是CC系 两个人都是中共的 一大代表 那么对 周佛海和 陈公博的审判 当然呢在这个抗战胜利以后 惩治汉奸 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随后呢这个两个人都陪伴死刑 周佛海是因为蒋介石 念疾跟他确实有那么多的交道 也这个帮了重庆很多忙 并且委任他过这个 这个京护行动的总指挥 那么最终呢 简卫无几度行 结果呢这个周佛海是死在监狱 那么今天我想说的是呢 这个审判的过程 显然呢这样的一个案件呢 是政治审判 虽然说呢 他是以法律的名义 本来呢蒋介石和戴利呢 也曾经答应周佛海和陈公博 以及非常多的人 要政治手段解决 而不经过司法 那么当这个戴利呢 飞机失事死后 没有人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 于是呢把他们都推到 司法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中间 就按照你这个地位多高 然后给予相应的惩罚 那么维新政府的首脑 这个汉奸政府的首脑 比如陈公博 这个周佛海 还有呢这个楚明夷 还有就是这个王一堂 梁洪志 阴汝庚 齐谢源 这样的一干人等呢 应该说最终都被判着死刑 陈公博在对他的这个指控的十项罪状中间 他逐条的都做了批驳 那么我前两次也给大家读过了 我觉得这个批驳应当说是相当有利的 这些人的财情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陈公博意识到这是一个政治审判 他要做出交代 他要对朋友对汪先生负责 他也要对蒋先生负责 于是呢他不请律师 不去上诉 然后自己为自己辩护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个人感觉这个陈公博是政治家 他能够意识到呢 这个法院的审判 不是独立的 是吧 这个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奉了最高当局的旨意 来给他们定罪和量刑的 并且依据的不是在他们这个组建和参与汪伟政权的时候 不是在那个时候 而是在事后修订的这个惩治汉奸条例 用来追究他们的责任 把他们判了死刑 但是陈公博对此不以为意 然后呢 他呢这个我关心的是他这个审判的过程 第一呢这个审判的应该说 他是政治审判 是敏感案件 是法官说了不算的 是检察官也说了不算的 这样的一个案件是一出戏 但是这出戏演的 还勉强拆枪人意 比如说 他虽然不是独立审判 但他是公开审判 你不能说这个审判是不公开的 首先呢 这个开庭的时候呢 有这个很大的法庭 来为他提供 比如说可以装两三百人的法庭 然后因为将近五百人到场旁厅 法庭呢 把这个礼堂的这个 这个窗户都拆掉 以便其他的没有座位的 这个旁厅群众 能够在走廊里头 也能够侧耳倾听 到底有什么 另外呢这样的一个审判呢 是开放了采访的 有一个情节讲 陈公伯被法警带过去以后 这个 美光灯闪烁 记者一直是在法庭里面 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 去做采访和报道 再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从公开审判上讲呢 我就纳闷 为什么金熊白 能够在事隔十几年以后 写这个东西 把这个 陈公伯所有的答辩 还有他的共状 他的自白书 都能够很清晰的 在书里面呈现 我在想 金熊白先生的资料 是从哪来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 他也被关在军统看守所里面 他没有能够到场去听 他也不是承办律师 那么后面 给了我们答案 就是所有到场的记者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自白书 然后他能够在报纸上 连篇累读的公告 把他全文刊登 还有呢 十几家书商 印行了 陈公伯自白书 和他那种自辩词 他的整个的全文 小册子就有十几种之多 我相信金熊白有心 他应该收集到了 看到了 当时 讲述 政治犯庭审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实况的报道 也看到了这些材料 他是怀着一个 非常深切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去写他的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也就是说 对陈公伯这类敏感案件的审判 国民政府做到了最起码的表面上的自信 我虽然是内定了你的死刑 就要判击死刑 但是我可以允许你答辩 比如说陈公伯可以有针对性的把十条一一反驳 审判长没有打断他 是吧 法警没有来打断他 没有打断他的这样的一个发言 是吧 相反呢 他的被指定的辩护律师 实际上呢 没有多少精力 也没有多少能力呢 来帮他做这样的一个辩护 第二呢 这个 他的两万多字的字白书 他在法庭上呢 他读了两个多钟头 这个法庭一直允许他读 而不是像 我们现在的法庭一样 如果说你当时人的这个 陈述的文稿稍微长一点的话 或者说 只要你有书面的文件的话 审判长就说 你把这个书面的文件呈上来 法庭会研究的 会记录在卷的 你就不要再讲了 你就不要再读了 因为你有书面的 那么一旦他不让你讲的时候 不想让你说话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形成一个书面的文件 交给法庭 你不用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审判资源宝贵 时间紧迫 你没有必要讲这样长 他会干扰 那么当时国民政府的 苏州高等法院 没有干扰 陈公伯 畅所欲言 让他讲 记者媒体 让你们采访 报纸 你们随便登 这个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那个时候 有新闻自由 国民党当然也有中宣部 但是国民党的中宣部 管不到 报纸的这个 设立 注册 是吧 报纸记者的这个 任职资格发证 编辑岗位 总编辑的 这个必须要求国民党员 或者 这个 得到 国民政府 国民党中宣部的 这样的一个指令 都没有 国民党能做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瞅你 不顺眼 或者说 你 让领袖太难看了 是吧 死亡害了党的声誉 我把你的报馆关掉 甚至扔手楼弹 派特务刺杀 这都是偶遗为之的 但是 严格管制到 什么东西能报 什么东西不能报 什么样的事件发生 不许派记者 这种情形 这个 蒋介石 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他想干预新闻自由 在那个时候 他做不到 因为 民间有办报的权利 是吧 你这个 自己只要有钱 不怕亏本 你愿意往里填 是吧 有发行量 有广告 那么 不管是上海孤岛 还是国民政府时机 报纸都是有的 杂志都是有的 出版社都是有的 自己开个公司 然后有设备 有人给你印 就可以把陈公伯的字白书 大把大把的印出来 我想问陈子明的 谁是历史的罪人 我看过的那篇 特别好的自片词 有人在中国内地 可以出版吗 应该是没有的 这是那个时候的 一个很大的区别 这就是审判公开 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公开审判 或者说审判公开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它不是 公正司法的 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说那个时候 可以公开 但是裁判 不是由法官做出的 不是由审理案件的法官做出的 它也不是一个合法的审判 也不一定是一个公道的审判 为什么 就是因为裁判者 没有裁判的权利 你没有办法 让这个法官去负责任 蒋介石要枪毙陈公伯 谁挡得住呢 没有人挡得住 因而 公开的审判 允许群众旁听 完全不加限制 允许报馆采访 允许出版商 出诉讼文件 出卷宗 是吧 把它印成书 洛阳纸贵 这些都是公正审判 和独立审判的条件之一 前提之一 但是它还不是那种 充分必要条件 真正充分的 充分必要条件 或者说真正的必要条件 是什么呢 还是独立的审判 独立的裁判 那么这一点上呢 其实我就又联想到 美丽岛事件 大家知道原来我的那个标签 是用过美丽岛律师 我曾经想过呢 要因为我说过 我自己不擅长阻挡 是吧 也不会去结社 然后呢 也不再会去到街头上去游行示威了 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宪法权力 我想做一个美丽岛律师 就是要为美丽岛杂志的这样的一些实践者 去做辩护 那么这就要说到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呢 实际上台湾当时 这个在蒋经国时代 这个当时呢 有党外势力 虽然说呢 有报警 也有党禁 还在戒严 还在勘乱时期 还在追捕匪谍 但是台湾在那个时候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就已经有党外的这种政治势力在阻隔 针对国民党的这样的一种威权统治 实际上挑战还是非常非常的剧烈的 比如说这个创办自由中国的雷阵 是吧 他这个做了 后来判了十年 好像判十年徒刑吧 这也是国民党的高官 他退台以后呢 从五零年代初 在那样的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 他就创办了自由中国 逐渐逐渐的自由中国 实际上成了台湾反蒋 或者说党外势力 自由主义思潮的 这样的一个很集中的地方 那么半刊半报 是吧 这个学术自由 一直是国民党这个老蒋和小蒋时代 威权时代 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这些才逐渐逐渐的演变成 在党禁报禁开放以后 大概是1988年 戒严结束以后 这个民进党和其他党外势力的这样的一种 博星 以至于实现呢 台湾的民主和宪政 与权力的这个两党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有秩序的轮替 现在呢 还是这个民进党在执政 国民党在野 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那么1979年吧 是好像1979年 1979年12月10号是 就是这个12月10号是每年的世界人权日 去年的12月10号呢 我和尚宝军律师到第二中级法院 提交了就我的这个案件的申诉 我认为我不构成这两个罪名 就是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 专门写了 到现在呢 还没有任何反馈 是吧 我也准备去问一问 那么在1979年12月10号的时候呢 台湾美丽岛杂志 这些人呢 要做一个纪念世界人权日的游行 好像是在高雄 那么这样的一个游行示威 演变成街头冲突 台湾的军警进行了镇压 抓捕了很多人 这个石明德 呃 吕秀莲 还有这个 大概林毅雄 他们这些 这个 领导人 应该说呢 都被捕 那么在后来呢 就有一个对他们的审判 这个审判呢 叫做军法大审 这个 他们所犯的这个罪 在台湾的刑法中间 似乎只有一个量刑 就是死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么敏感的案件 台湾这个军法大审 并没有能够 关起门来 不公开开庭审理 而是在美国联合国各界西方国家的这种压力之下 他的这个审判是开放的 然后辩护律师和这个被告人的自辩 通过记者的采访 在台湾的报纸上 是美日追踪 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政治风景 那么这个呢 完完全全的是公开审判 是不是独立审判呢 我想说 不是 为什么 按照当时台湾的法律 这些人需要判死刑 那么蒋经国作为一个政治强人 他知道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他是独裁者 他是专制者 但是他要用他手中的权力 来结束专制 他要在当时台湾 被踢出联合国之后的那样的一种 一种狭窄的国际空间之内 在大陆的这种挤压之下 是吧 在西方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人权压力之下 他要用他的手中这种权威 来推动台湾 走向民主自由和开放 所以说呢 他对这个 据说 对这个 审判的法庭 军法大审 有一个明确的指令 不许出现死刑 这就和老蒋 在1946年 对汪伟政权的审判 一定要 把这些 头面人物杀掉 这样的指令 我相信 是如出一辙 两者 两者都践踏了 法律 但是 取得不同的效果 我读这个 汪正权的开场与收场 深深为陈公伯的 财情 友情 和他的这个 大义凛然 为他所折服 他和老蒋 真的是 棋逢对手 虽然说 汪 才是和蒋 同样重量级的对手 也就是说呢 汪伟政权的这些人物 通过金熊白的著作的呈现 他让人深深的景仰和同情 这是我读这个书 我的感受 至于说这个感受对与不对 历史观是不是 是不是正确的 那是另一回事 我不需要 对公众 特别认可的 主流价值观 历史观去负责任 我追寻我自己 读书时候的 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不会从这个书里面 很轻易的就走出来 我还需要看更多更多 同类的书 那么我说的是 1946年对汉奸的审判 和1980年 大概是80年 台湾对这个美丽岛 事件的审判 是不一样的 那么美丽岛的这些人 关在牢里也讲过 为台湾争民主 争自由 比为中国谋统一 更加重要 是吧 这个是他们的牢里的话 那么通过军法大审 这个 第一代这些 党外人士 民进党的这些先驱 他们被判刑了 是吧 不管是判多重 总之呢 没有死刑 都还在 为未来台湾的民主政治 保留了 这个最重要的这些活主 还有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 帮他们辩护的律师 因为这样的一种传播 因为这样敏感的政治案件的参与 因为他们强有力的辩护 而成为新一代的政治领袖 比如陈水扁 比如张俊宏 比如呢 这个 姚家文 这样的一些辩护律师 他们到后来 也是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间 民进党人的领导层 中间力量 陈水扁呢 曾经连续两届 担任了这个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们现在叫伪总统 是吧 至于说陈水扁 他的这个贪污 后来被判刑 这就和韩国 历任总统的 遇刺 坐牢 是吧 一样 他能够在选票的这种 选举之下 上台执政 这是一回事 他没有能够管住自己 这个制度也没有能够约束住他 以至于他贪污腐败 这是另一回事 而这个政权 不管是怎么样 能够给他一个公道 针对他贪污腐化受贿 这样的一些犯罪行为 做出惩处 这是第三回事 这是第三件事 我们现在呢 去嘲笑 陈水扁是贪污犯 这个扶 这个扶 扶 扶紧惠吧 这总统 也有问题 李明国那么大的老板 好像 这个腐败的问题上 也翻了船 这个 实际上 是另一回事 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资格 去评价韩国和台湾对贪腐领导人的追责 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 他们没有那么大面积的腐败 那么讲到1980年的美利岛审判军阀大审 和1946年对汉奸的审治 两者都是敏感案件 都是司法不独立 都不是独立审判 都受到了领导人的强力干预 都是政治审判 这是一个问题 但他们有一个共性 他们是公开的审判 记者可以进 旁听群众可以进 报纸可以去刊载 教授们可以去研讨 可以去评点 律师可以自由的发挥 这样的一种情形 这是在中华民国光复以后 和到台湾以后做到的 那么我现在要说 我们自己 我所经历的若干颗审判 从1980年我观摩那个审判 就是看电视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 这个电视是转播的 那个时候电视还很有限 我还记得 轮线一中 1980年 特别法庭 我们线一中 只有一台12寸的电视 我们到唯一的一幢 二层楼上 去看这样的一个审判 我们看过 但是不懂 我也不会想到 我的这后面 这个十几年后 我会成为一名律师 我当然更不会想到 在成为律师十几年之后 我会成为一个被告人 一个犯罪嫌疑人 被抓进去 我当然更不可能想到 在辩护人席上 为李作鹏辩护的律师 张思之先生 会成为我的师父 会成为我的辩护律师 我会和 当时15岁时候 所看到的 那样的一位 那样的一个场景中间的人物 发生这么直接的交集 这我都想不到 这是我家的狗在叫 应该是快递来了 我订了东西 对不起啊 那么那个审判 是什么审判呢 那个审判 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开的 是有限情况下 用到了大法庭 是现场直播的 是吧 虽然说有电视的人很少 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组成的特别法庭 对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的审判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1979年的刑法 那么按照罪行法定原则 和法不述及既往的原则 这个法律该不该用来给林彪江青 去给这个江青集团 林彪集团的人去定罪呢 我觉得应该不可以 还不如用当时的 这个什么惩治反革命条例 公安六条 那时候的政策去处理 那么现在的这个法律 如果说比原来轻了 那可以过来 我没有太留意判决书 我只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欢迎这个专家来批评 我不是专家 那么我想说的是 这个审判是公开审判 但这个审判 是独立审判吗 显然不是 江青和张春桥判死缓 是依照法律做出的判决吗 我相信来自权力的意志 还有一个问题我插一句啊 大家可以想办法去读一读 有些PDF文章也有 邱惠作回忆录 李作鹏回忆录 吴法宪回忆录 还有呢 这个黄永胜的儿子 写的他父亲 叫军人永胜 这些回忆录 尤其是下半部分 他们进入到 中共权力高层以后 就是建国以后 他们所写的回忆 应当说 史料价值比较高 我顺便还想说一句呢 凡是在中共建国以后的 历次政治运动中间被打倒 被淘汰 没有能够翻身的 像黄武李秋这样的人 林彪集团这样的人 他们对于人生和政治斗争的反思 包括高岗下面的张秀山 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的反思 可毒 他们的反思 是真的反思 那么凡是在文革期间被打倒了 然后又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 进入到政治高层的革命老干部 他们的反思 学术学术性 谈不上了 真实性和深刻程度 就差很多 因为他们又有公务在身 他们又要为这个体制背书了 他们写的东西就不好看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些文革以后平反着的老干部 不管未来担任过什么样的职务 比如邓小平 他们在文革之前 他们在被打倒之前 当他们在惩治别人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不是说刘少奇就比毛泽东 康生好多少 谈不上 这个四清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刘少奇王光美 对农村这样的一种干部的整治 应当说是非常残酷的 非常残酷 毛泽东南巡的时候 红卫兵造反 这个大学生造反 那么刘少奇和邓小平 像高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对 快大富这样的造反派学生 这个斗争和整治的力度 残酷程度 也是非常非常令人发指的 那么毛泽东几十天以后 回来贴出来 我的一张大字报 把这些人解放出来 把压迫他们的刘少奇 邓小平打倒 对于那些被压迫的学生 造反派 是多么的让他们鼓舞 这个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说老人家 毛老人家 他的政治手腕 非常的高潮 运动群众 是吧 让刘少奇邓小平去做坏事 然后自己把他们解放出来 然后造反派 一起来这个 冲向官僚集团 夺权 然后把老干部打倒以后 再把这些红卫兵造反派 通通的流放做516分子 做什么其他的 是吧 再往后 让所有的人 上山下乡 是吧 中间呢 派出军队之左 屠杀和镇压 这个造反派 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个是文革之后 那三四年到1972年 五六年吧 之间 所发生的事 有一点跑题了 我回到这个法庭来讲 那么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的这个审判 虽然说公开了 也直播了 是吧 现在我们技术条件 有比原来好多了 就更容易直播了 是吧 停闪公开网多的是 所以说呢 公开的审判 不等于独立审判 那个审判 也是政治审判 1980年的这个审判 是政治审判 建立社会主义 民主与法治的 开山之座 就是 这个特别法庭 对他们的审判 但是 它不是 法律做出的判决 那么再往后 再往后 审判公开的原则 罪行法定的原则 所有都有了 但是我们的审判公开 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呢 至少在我做律师之后 我1997年开始职业 我做的那些平平常常的案件 可以旁听 但是 没人来旁听 因为 无法引发社会的这种关注 既不是名人 也不是重要的事件 一个普通的针头线脑 除了家属 除了亲友 谁会去旁听呢 是吧 那么你随随便便 你跟法庭说 我来旁听 拿身份证登记一下 就可以旁听了 这是在那个时候 那么 我记得 2003年 2001年 2001年的时候呢 我和我的同事 胡安朝老师 还有孙茂航 我们到沈阳 去办理 这个 边峰 就是一个企业家 起诉 这个 辽小虎 当时中国足球队受伤的那个 队员 曲乐恒和他的父亲 所害名誉权 这个中间呢 因为牵扯到 甲威联赛市场火爆的 著名的球员 然后呢 张玉宁他们 这个 曲乐恒他们去 去这个 乡下呢 去喝酒 回来张玉宁开车 一台大雨车 撞到树上 导致呢 这个非常有前景的 前锋 中锋 这个曲乐恒呢 高位截摊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2001年 帮曲乐恒 去应诉 那个 命运权的案件 在 沈阳市的 大东局法院 因为 这是 这是一个 舆论关注的案件 所以说呢 法庭呢 大东区法院 选择了一个 特别大的礼堂 有三四百人 可以进来旁听 比一般大学里的 接踢教室要大两倍至少 三四百人以上 可以旁听 这个 我们 都是 在这个 台下 跟这个 原被告 原被告的这个 这个桌子相对 法庭呢 在那个主席台上 那那个 是一个 完全公开的审判 媒体的报道 也非常多 找时间呢 我可以 把那个案件 再讲一讲 那是我做的 第一个 命运权案件 也是 做的第一个 有影响力的案件 而且我认为呢 那个案件 我们做的 不错 到现在为止 整整20年过去了 我不记得 这个案件 有结论 我不记得 这个案件 有结论 我们这个官司 打得那么好 公众那么 关切 最终 案件 无击而终 就是说 它是完全公开的 体育记者 和娱乐记者 是最不靠谱的 在 报道 法律案件的时候 娱乐记者 报道娱乐圈 可能靠谱 足球记者 报道 足球圈 可能靠谱 比如马德星 是吧 这个张路平 李承鹏 这个 黄建祥 那么他们解说足球 他们点评足球 都没问题 是吧 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由体育记者 或者娱乐记者 去写 法律新闻 去写一个案件 他们明显不靠谱 那么在 在这个 曲乐恒 那个案件中间 就有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各种家的报道 最终 这个案件 没有一个结论出来 说明什么呢 说明 如此公开 如此开放 讨论的 一个案件 如此万众瞩目 但法庭 他做不了裁判 他不能按照 庭上审视的这种 证据和事实和法律 去独立的做出裁判 他需要眼睛朝上 需要看上边 怎么样 需要看上边怎么样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公开的案件 没有结果 这是说明 没有独立的裁判 没有独立的裁判 是吧 在这个 后来好多其他的事情 你说包括对六四的这些 领导 领导人 不管是学生还是知识分子 陈子明 王军涛 王丹 魏京生 是吧 对他们的这个审判 是独立的吗 不是 是公开的吗 也不是 那么为了让这个 庞庭席上有人怎么办 安排 安排自己人 去庞庭 把这个位置占满 然后对真正想庞庭的人说 没有 没有庞庭席位了 票已经发完了 没有了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 最常见到的时候 那么这个案件 是不是我关起门来 就一定不能公正审判呢 不是 关起门来审判 也可以做出公正审判 和独立审判 关键是这个法庭 是不是 他背后有牵线的幕后 他是不是傀儡 他是不是按照 庭上这样的一个 事实和法律 按照证据 来做出裁判 所以说没有 没有 那么有时候呢 这个不够公正的审判 有可能是来自于 政治权力的压制 是吧 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贪腐大案 沈理周永康令计划 薄熙来 孙政才 是吧 是公开审判吗 没有 谁去听了 想听的能听吗 薄熙来在济南开厅 北京这个地方 让公安陪着我 就为了免得 我到济南去 其实 我根本没有这个兴趣去 他们也要到位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 吻控是一体化的 比如说 2009年我们做的 成都谈作人的案件 是公开开庭吗 不是 所有在场的旁听人员 除了做人先生的夫人王庆华 和他两个女儿中间的一位 进去旁听了 其他的二三十位 通通都是什么呢 通通都是 毫不关心案情的 安排的 这些旁听人员 那么不是一个公开开庭的审判 这个假托一个公开审理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名头 然后 行这种 这个秘密裁判 宗教裁判 政治审判之实 把谈作人判了五年徒刑 这是09年 这就说明 在21世纪之后 中国大陆的审判 比这个1980年台湾的军法大审 比1946年国民政府对高层法院 对这个江苏高层法院 对汉奸的审判 他的这个进步开放和法制程度 又倒退了 倒退的哪些部分呢 倒退的是表面上的公开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呢 不对官 不对旁听人员公开 自己安排旁听者 关键是也不允许媒体采访 你看不见 对这样一个 大家瞩目的案件 有任何人 去旁听了 从报纸上 从这个网站上 能够看到 实录 证明是什么样子 你看不到 薄熙来的案件 你看到了 微博直播 是吧 但是 又怎么样呢 是独立裁判呢 我不信 我有理由不信 我有 不言而喻的不信 没有人信 那么到我们做这个行政诉讼的案件 比如说任建宇的案件 我们在福林三中院 起诉劳教委 说他这个 劳教措施 那个决定是违法的 任建宇转发 杨恒均和 这个 于建荣先生的微博 还有自己的一些微博的言论 符合言论自由的范畴 不存在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的事实 不应该 把它 拘捕 不应该 把它处于劳教 那么这样的案件 公开审判了 可是 一个明显的 不符合法律 规定的这样一个裁决 做出了 驳回任建宇的起诉 为什么 说他 15个月以前 就是 2011年9月23号 被处以劳动教养 他在死后的 三个月之内的劳教所 见过他女朋友 是吧 会见他 他也能给女朋友写信 他为什么没有提起诉讼 比如像刘世音那样 这说明 他超过了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 三个月内 三个月内起诉的这样的一个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 用这个 来驳回了他的起诉 而不是驳回了诉讼请求 那么最高法院 当2000年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 不计算在这个之内 我找到任建宇 千辛万苦 然后 主动帮他来提起诉讼 接受他父亲的委托 这是在2012年8月15号 去立案 但是 那个时候 任建宇还在劳教所 还在为剥夺人身自由 他怎么就 怎么就 超过了最长起诉期限的 尤其是在二审的时候 这个劳教委请了这个 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叫谭宗泽 宪法行政法专家 西政八二级跟我同一个年级 他自己写的书 就明确阐释了司法解释的 规定的法理和条文 但是 在庭上 他依然认为 任建宇的起诉 超过了最长起诉期限 我记得徐立平律师把他书给他看 在庭上说 你自己的著作就是这样写的 谭农泽说 学术研究和他现在的律师身份 是两回事 不能够拿他自己的书 来反驳他自己的观点 我为这样的教授 如果是个律师 这种职业精神 是吧 有奶便是娘 是可以钦佩的 无可厚非 是吧 他受老教委的委托嘛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 他不应该这样 作为一个律师 也不能曲解法律 所以说 谭农泽 令我 鄙视 现在应该 还在重庆 应该还是 顺风顺水 如遇得水 这种人永远是这样 我记得在劳教制度废除以后 西南政法学院 有一个讲座 就是 就在劳动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废止劳教 最前沿 谭农泽去开讲座 他是不是想说 他 促成了 废止劳教制度呢 他的工作我没有看到 我知道的是 任建宇 那个时候已经恢复自由了 废止劳教以后 从永川 坐车 到重庆 跟何三位一到 去听这个讲座 但是何三位和任建宇 在场上听 谭农泽教授 讲述 如何推进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时候 他们的身边 是有学校的学生和国保 在紧密监控的 这就是当时 何庭 治下的 庄庆 这是任建宇的案件 既不公开 没有人可以能够进去旁听 是吧 没有 好像连任建宇的爹 都没进去 没人可以进去 那么这样的一个裁判 他不是法官做出的 杨玉法官非常明确的要 要判我们获胜 他已经判了方主损获胜 是吧 但是 他没有办法 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只能枉法裁判 这就是2013年 2012年 重庆的县市 他也是 整个中国的县市 整个中国的县市 2013年 我们去渠州 办理余七一的这个案件 余七一是 温州的一位 一位这个 总工程师 国企的 他被双规 但是不到一个月 他就 死掉了 案件证据应该显示 他是 被水枪死的 纪委刑讯逼供专门买了个 一米四深的木桶 南方人泡澡的木桶 用水 买来冰块 放到里头 把它扒光 四个人提了四只 一个人 往下按 把它进到 零度的水里 然后把它枪死了 就这样的一种情形 我们作为被害人这一方 我和吴鹏斌律师 没有看到案件 庭上 每人有一个话筒 我和吴鹏斌律师 坐在 检察官身后 我的话筒 是没有声音的 这些 都是特别 设计好的预案 一个上午 审判长就把我和吴鹏斌律师 逐出法庭 然后整个的开庭 没有人可以旁听 没有人可以旁听 这是2013年 进入 新时代以后 应该是 18大以后不收脸 不收手 这些人还在这样做 2013年 那么2014年 是我就出事了 2015年 对我的审判 法官告诉我 二中院 在装修 你所说的 希望一个更大的法庭 条件有限 那么这个法庭 是在地下室 跟这个铁笼子 用来临时计压 这个被告人的 这个 在同一层 在地下室里头的 一个小法庭 大概 能成 有个30米左右 二三十米吧 旁听席位 我忘记了 是12个还是12个了 那么有谁来旁听了呢 我老婆进来了 她是在组织的安排下来旁听的 当然她也非常想旁听 她的一个 同科的好朋友同事 陪着她 安抚她的情绪 还有她们医院的 保卫处的领导 其他所有的人 我都不认识 我都不认识 那么对我的案件的审判 是不是独立审判呢 我相信我会有时间 把她讲清楚 我也正准备 回忆这一段事情 往回拉 说我自己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 没有什么道 没有什么说服力吧 艾未未的案件 是我办的案件 艾未未的发课公司的税案 在朝阳法院审判 在朝阳法院审判 这个案子将来也可以讲一讲 我跟艾老师到时候商量一下 看看我们怎么样 或者是对话呢 或者是 或者是把她回忆一下 讲一讲 它非常能够反映 我们现在的审判的情形 我们现在有非常大的礼堂 我们可以搞几十万人的聚会 集会 但是不能给一个案件 提供足够的旁听席位 每一个县级法院的大楼 几乎都应该是仅次于 这个县委和县政府的这种建筑 非常漂亮 高高的台阶 巨大的国徽 是吧 这个庄严的这个法锤 然后令人 凛然 这个尊重的法袍 这都装备在法庭上 有这个庭审的直播 有各种各样的审理设施 通通都有 但是 他不能给一个 最需要公开的审判 以一个 什么呢 以一个庞庭的作为 甚至 像朱小鼎律师所讲的 在贵州 在江西 有巨大的礼堂和法庭 却不会允许家属旁听 案件也不设命 12号 就在这个月的12号和13号 我的朋友郝尽松 他在山西 定乡 法院还是哪里 我忘记了 开庭审判 有谁能旁听吗 有一个诽谤罪 说诽谤了领导人 诽谤哪个领导人 我问过人 说不能说 然后这样的一个 诽谤罪的案件 居然不公开开庭审理 如果 其实法律没有规定说 诽谤罪不能开庭审理 法律的规定是个人隐私 这个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 这样才不能够公开开庭 未成年人的案件 不能公开开庭 谁说过诽谤罪 不能公开开庭了呢 如果诽谤罪不能公开开庭 名誉全纠纷不能开庭 我们做的于求宇的案件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个 侨房公司的案件 中国农民调查的案件 这个 这个渠乐恒的案件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旁听呢 没有 一个连旁听都没有的这种案件 一个公开都不可以公开 都不敢公开的案件 都千方百计的安排好 这样的案件 你怎么可能指望它公正呢 那么 爱卫卫的发客公司的案件 在朝阳法院 我们当时 很纠结在于 法院也很纠结 就是说 这个 证据的原件 什么证据 就是 发客公司的 历年来的财务凭证 你不是说它 偷税漏税吗 逃税吗 你得有这个凭证 做出处罚和处理决定的 是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东城 东城税务局 是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第二级查局 大概是 有点忘记了 到时候我可以去查 那么这样的 这样的案件 税务机关做出处理处罚决定 才是个行政措施 需要干嘛呢 需要依据 凭证的审计 凭证呢 需要有原件 所以税务机关来查税的时候 往往要把原件拿走 但是三个月之内要归还 我们在复议啊 议议啊 提出议议 申请复议 提起诉讼 作为行政相对的人 手里按照法律规定 是要有这个原件的 对方行政机关 拿出来处罚决定 他要举证 他来举证证明 我们有逃税的情节应该处罚 他举的一般说来是 是复印件 我们要拿我们的原件 去跟他进行制证 但是 我们手里没有原件 那原件 只有税务机关才能拿走 但是这个税务机关手里 也没有原件 为什么 税务机关不是 从外卫的发客公司里 也都把这个原件拿走的 因为这个案子 不是税务机关办的 谁办的 这个案件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办的 是2011年的4月3号 在手术机场 把艾薇薇抓掉 那个时候呢 好像正好是茉莉花时代 风声鹤唳 是吧 北非的突尼斯 发生了这个颜色革命 是吧 好像成功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蝴蝶效应 大陆非常紧张 把艾薇薇抓了以后呢 公安去他家 去他所在的公司 来查查了所有的东西 把他的助理啊 司机啊 财务啊 出纳啊 通通抓了 把老艾也抓了 关了他81天 把他取报获胜 那么这些凭证 上面 我们所看到的复印件上面 都是什么呢 都是北京市公安局的 这个印章 党案保管的印章 这个复印件 是公安局做不下去了 把这个事情甩给了税务局 税务局用这些复印件 来对发客公司进行处罚 对发客公司进行处罚 于是我们的庭审就纠集在 我们要原件 原件本来在我们手里 税务机关没有原件 税务机关说 谁拿走的 你找谁要去 我们说 应该是你拿走 税务机关说 不是我拿走 在公安手里 我们没有理由去找公安要 公安也不会给我们 于是呢 就僵持在这样的一种情形 那么法庭 审判长叫武南 后来升官了 是吧 这个 坚决不允许我们 制证这个原件 他不断地敲锤 所以我记得说 法庭都已经对比清楚了 复印件和原件是一致的 我说我们从来没有授权 法庭帮我们去执政 而且执政是当事人的权利 不是法庭的权利 法庭无权剥夺这个 我们要求拿到原件 是非常合理的诉求 但是不允许 不断警告 我要说的这个旁厅席位上 五个人 有若干的特警 我上厕所 特警要陪着 我只有在做被告人的时候 上厕所才被特警 才被罚警陪着 哪有律师休庭的时候去厕所 还要被警察陪着呢 那么五个旁厅人员 在这旁厅席上 我记得是三男两女大概 这个陆清他们可以 可以能够想得起来 关键是隔了 各把约宣判吧 隔了一段时间宣判 宣判时候的这个旁厅席上 还是这五个人 这就很奇怪 一个案件 开庭的时候我听了 宣判的时候我未必去听啊 因为旁厅人员的产生 应该是随机的呀 所以说呢 今天讲的说半小时 我估计又快五十分钟了 今天我就讲到这 我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庭 跟这个1946年的 江苏高等法院 审判陈公博那个法庭 跟1980年代初 审判 施明德和吕秀莲 陈菊 就是美丽岛 诸位的那个法庭相比 要大大的不如 要大大的落后 我们的法治建设 在最近的十几年以来 显著的落后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个事实 来自我的自身 来自我的经历 来自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样的一种经历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 我们要关心他 我们要用热切的参与和关心 来帮助这个国家 法治 变得越公开 越透明 越独立 一个堂堂的最高法院院长 不能今天拔剑 亮剑 明天又把剑收起来 后天又拔剑 这样的话呢 不能够给人以 稳定的预期 法庭 应当稳重 应当独立 应当不怒而威 应当 令人不可侵犯 这才是 审判为中心 我们现在那么多的 扫黑除恶的案件 职务犯罪的案件 是不是独立 能不能公开 天知道 天都不知道 应该是鬼知道 谢谢